据爱媒CNTT报道,就在上周,美国国宇航军发布了一张猪诺号拍摄的图像,犹如一幅令人惊叹的宇宙游化,该张图像由猪诺号上的Junicam拍摄并由公民科学家进行处理。 而在周一,Message再次发布了一张猪诺号探测器拍摄的木星图像。 Message报告称,这张图像展示了木星的南半球,当时猪诺号探测器在距离木星约44300英里,上个月赶机构宣布,猪诺号任务将被延期至2022年。 公民科学家Kevin M. Gill对图像进行了色彩增强处理,木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,体积最大的行星,约是地球体积的1300多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TT年XYS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